一万元一平方米 如果是这样的话真的比较贵 一万元一平方米 这个价格是很虚的 你知道哪里最便宜吗 414元 一人一间房 老婆在这里说 可以住6个 最后羊鸡又送来了 我看了一段时间才看得明白 Hello 我们就说这么快的来 在酒店这里 真是简单 在蚊泉银开车过来 只需要几分钟 而且因为是民宿 所以就要这样的 房东就发了这个来 6825241 你按一下 825241 然后拉 是否正 正 这次顺利 电子锁真的先进很多 一进到这里 已经看到这么大的平台 这里应该就是房间 进到电子锁 应该里面就不会有其他人 看过 这样的 大 大家还有大梳化 由于房东不是经常回来 他已经跟我们说过了 是会关系大制的 我来到这里的第一件事 就要开了大制 大制开了之后 第一件事当然是 开开空调 其他人没有饭吃都可以 没有空调是不行的 接下来当然是 Room Tour 首先第一个 是这个卖点 就是一个温泉 这里是会有两尺免费的温泉 够干净的 这里下面挺漂亮的 但我都看到有住户 曾经租过这里的住户 说过的 唯一不足 就是下面会比较吵一点 这个楼盘 就是保利的楼盘 它叫保利錦里 还有旁边屋是有人住的 不得不提 就是有老婆最喜欢的 这里有个冰箱 开灯 平时不用的冰箱是要开着的 我们现在全部关掉 全部关掉 在未看房间之前 我们先来看看沙托银餐 有电磁炉 各种都有的 我们不打算开来用的 看看开不开 厉害 真的可以开到的 不单如此 还有煲热水的 还有蒸鸡蛋的 蒸炉都有 还有连把刀、砧板、洗洁精 各种都有 所以先后我们上一集 在行市场的时候 就和大家说过 你买一只鸡回来 可以在这里煮 在这里招呼亲戚朋友 在这里开大食会 那就正了 再看看有没有其他好东西 第一房间够多 这里是第一间房 它下面这里是用一些 好像一些 这个叫什么 榻榻米 还有这里 也是有一个冷气机 挺舒服的 不得不提的就是 还有一次性拖铁 这个真的要被拘捕 先头我们看了第一间房 洗手间等等再看 现在我们来看第二间房 这间房看上去 和先头那间一样 也会有独立的冷气机 我反而想知道 外边是什么景致 是另外别人的那些 不单如此 这里还有一间房 厉不厉害呢 这间房是 床会大一点的 大家看到了 这里也能看得到 就是先后我们所说 外边可能会比较吵一点 基本上就是这样 大家是不是很关心价格呢 先看看洗手间 大家以为会只有一个洗手间 其实是有两个洗手间的 这里应该都会有一池温泉水 我没有证实过 如果真的要浸 当然是浸先后的 这里是一个洗手间 这个洗手间 还是会有一个洗衣机的 挺好的 牙膏牙策各种 都是很齐全的 根据以往住民宿的经验 有很多东西都是没有的 而这里也是有的 这里是第二个洗手间 这个洗手间就没得浸温泉 只是淋浴 马桶各种一应俱全 甚至乎包括这些牙膏牙策 也会有多一套 行不行 挺好 是不是挺好呢 最后来到大家最关心的价格 因为我们是行一价 行一价股 自然是便宜一点的 就是这个价钱 414元 两池温泉水 然后自己进来住的 够了这么大 厉害吗 414元 一人一间房 老婆在这里说 好像住6个人 整间屋是会有123平方米 这些就是温泉入屋 还有一件事 老婆说 究竟这里附近楼价是怎样的 我也想知道 让我查一下 大家众所周知 其实这里只有二手楼 就不会有一手 我们现在这个楼盘 找不到 但是附近我就找到一套 南昆山富力养生谷 55万7500元 1平方米 32万 特价18万 特价18 写32 特价18 这个价格 可以高 是的 这个价格 还有一个事情大家要留意 大概是 5千元的房子 究竟它是二手 因为这里是写新房的 如果是新房 看到这个牌子 大家要打个心眼 没错 如果是二手 没有所谓的 如果再远一点 这个城市传说 2018年的楼盘 应该就是二手 比如说这个 61平方米 是卖63万元 一万元一平方米 如果是这样就真的贵一点 一万元平方米 这个价格 这个价格是很虚的 你知道哪里最便宜吗 再来 这个应该是信得过 写着富力南昆山 因为它都是二手 业主买给你 你怎会有花价 118平方米 6700元 一平方米 80万 实际上都是以成交为准的 三房潮纜 还可以种菜 因为这些用来退休 真是一流 因为我们有时候担心买屋 买新盘的房地产中介 不是 房地产开发商收了这些钱 就不知道拿去做什么 最后有没有屋 给到你也不知道 但二手基本上没什么问题 它都用写着这个 业主存款购买 鸿本在手 可以马上过户 剩下的要做的 你就是跟它讲价了 这麽快我们又来到吃晚饭的地方了 现在刚刚过了5点 5点07分 因为我们由于实在太饿了 浸完温泉 饿得非常饿 所以早点来吃饭 餐厅这里是5点开门的 我们是进来的第一头客人 不得不提的是 营销手法好 大众点评福利免费赠送 四级以上会员 有三选一层数 我们选了肉丸紫菜汤 椰子也不要了 炒米粉也不要了 就要紫菜汤 我们所在位置 跟我们上一次 跟老婆来到这里 吃的很大的竹筒饭 其实就在旁边 那间店铺就在那边 很够的 我们今次是试试这里 首先第一个看到的 当然是吃腰鸡 128元一只 先头的帅哥就问我们 可以半只要不要 原来可以半只要半只 因为我们想试多些不同的菜式 无论是洗肺也好 胃容量也好 你吃饱了 吃不到其他好东西 对不对 来到惠州 当然是吃豆腐 先头我有考虑过这个 不过考虑到今餐菜 是由女儿决定的 尊重她的意见 没有叫豆腐煲 但是如果由我决定 我就会选这个 先让豆腐煲 烏静这些豆腐煲 女儿决定了要这个 紫苏炒坑鹅 即是生坑鹅 58元一例 这个值得一试 市场也很多 现在开始有一食了 又或者 竹筍炒花腩 或者牛大产花腩 竹筍 很想吃竹筍 可以明天还有 还有南昆山竹筒肉丸 这个可能 这个有几个隔壁 就是这个 竹筒肉丸 上次我们吃的竹筒饭 今次不吃竹筒饭 如果喜欢吃鸡 这里惠州 白切胡桑鸡 都是很有名的 鹿鸡也有 再来我很喜欢吃这个 南昆山腐竹 因为客家的地方 煮腐竹 好吃 又或者清蒸碗鱼 因为这些水漂亮 那些鱼各种都是不错 再来还有这个 我选了这个 其实我也想吃的 咸蛋黄炸南瓜 吸引了 我们是要南瓜 还是炸雪菇 南瓜 38元 划吃 还有市汁精 黏鱼 黏鱼 这是什么鱼 黏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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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生猪手煲 还有这个 坑螺焗鸡煲 也有78元半只 茶树菇牛肉 酸菜爪大酱 还有这个 加常菜 冬菇云尔蒸鸡 78元这些鸡很漂亮 加常菜 原来有坑螺焗鸡煲 坑螺焗鸡煲 不依这个就烧鸡 当然是吃烧鸡 还有偶大炒鸡杂 偶大炒牛肉多 偶大炒鸡杂 哪个 你等下有胃口可以再叫 不过我看难一点 这个就是农家杜草肉 58元 挺好的 将饭餐牌 这边还有很多不同的菜式 我就不一小小说 这有特色的 汁鱼豆腐汤 这个不算很有特色 白饭3元一碗 18元一盘 对了 来到农庄这些是很有趣的 这些饭如果有人多 18元是一盘的 一定够饱 还有农家肚货 我估计这些应该是 在农家拿出来 就不在市场拿货那种 尖椒炒牛肉也肚货 人多我想吃 这个可惜只有两个人 还有紫苏蒸河虾鱼仔 这个又好吃 不得不提 这里其实也是有竹筒饭的 番茄牛和竹筒饭 怎样番茄 我很想吃 这个我不想吃 是呀 怎样番茄呢 我上次吃竹筒饭 是呀 豆腐肉没饭又怎样豆腐呢 不吃竹筒饭 是呀 真是难不理解 是呀 好了 我们都饿了 等上菜 等下再跟大家慢慢说 我很期待要谣解 我们一进来 最吸引我们就是这个 竟然 碧桂圆总价 药 药字很小 30万 起 那两个字都很小 但是30万 做双4A级警区房东 五年返租 你的生活别人的梦想 44平方米至66平方米 山景高层住宅 下边有个电话 大家如果想实现这个梦想的话 快点打这个电话 先头我们在住那里 其实这个也算挺好的 好过我们之前去的民宿 已经入住了 还有那些物业已经是好 保理物业是很好的 那些保安哥哥是很客气的 但是我们看到对面楼 有一伙人 有一伙人 究竟他是租出去 还是真的业主呢 就不知道 就算租不出去 他那些应该是 整屋都是很多杂物的 那种就是 应该是自己住的 自住多个租的 应该是 如果是一个星期 才来一次客人 那些 住一晚就很干净 是很干净 我们那里就很干净 所以他那种就有可能 你买一家在这里 用星期六日来做假 是的 还有这里开车方便 停车你真的用点停都行 第一个送上来的 就是紫菜汤 这都OK多的 你帮我银吧 我见到有很多肉丸 而且这种像是手打的 自己制的肉丸 就算不是店银自己制 都可能是找些农家去拿 不得不提 这个汤其实是一个赠品 挺好的 你看 夏天就要喝紫菜汤 你看这肉丸是这种小粒的 你看多小粒 是的 是的 那些是雪藏的 还有不知道拿些什么肉的 嗯 自己手打这种 嗯 嗯 哇 满足 虽然 饿得死了 因为实在太饿了 随便出入温泉 我们是买的 说回温泉 我有点点意见 我去过几个温泉 都是 它是会有一些 就是要付费 先说清楚 会有一些付费小食 比如说一些鸡蛋 整个鸡蛋包住 等到温泉 很热的温泉 浸熟了 上去拿来买给客人 挺好吃的 不知道为什么它不做 只买那条小腸 我们看看这条小腸 不是 十不十元的问题 就是一件人不想吃 至少有些鸡蛋 是的 做些鸡蛋 这样煮的 也好 没有的 我们走出来 在拍卡 走的时候 准备去拿车 看到它的鸡蛋 又是没有食物的 不过它还没做好 还在抗建 是 还在抗建中做 那个叫做 水色世界 是 山坑螺又送来 辣椒味很厉害 一粒山坑螺 它不是那种 很多 士椒 那种鸡蛋 对不对 大家听不听见 是见得到 不能说见 起码闻 我都闻得到 有很浓的 紫苏味 我这筷子工 都是用一匙 其实山坑螺 是什么螺 哇 还有吃这些是要下手的 嘟起身的 紫苏味很厉害 全部都是紫苏味 这些鸡蛋 这些鸡蛋 我吃这些少许 只能留给女儿 是吧 真是够饰 那些鸡蛋 是特别紧实的 那些山坑螺 尝试辣椒 尝试辣椒 不过 都是因为这个时候味 是最好的 鸡蛋 还没算很肥 但是炒得很好 接下来 这个 鹅蛋黄 南瓜 也来了 鹅蛋黄 是鹅 南瓜 又甜 究竟什么味呢 很符合 跟我想象中的一样 外面是鹅 内面是甜 不算强甜 因为外面那些鹅蛋黄 已经足够不耗 才能品详到它的味 但是很粉嫩 而且女儿应该很喜欢 脆的 热的 很热 至于他们两个在奋善炒盐 好吃吗 挺好吃 就是差点日子 这些不是人的事情 如果再迟两个月 可能更肥美 但是这些肉紧实一点 最后腰鸡又送来了 我看了一段时间才看得明白 摇鸡的做法通常 就是一只鸡 然后就落味料 全部醃好 你可以拿些荷叶 有些会用荷叶 但比较少 有些就直接用泥 用纸包着它 用去烤 不是,这碟当然不是 这碟不是 是 包着它 拿去烤 烤完之后 再斩细上 简单来说 所以摇鸡的味道 是比较浓的 我咬了一口 它是这样的 摇鸡的火厚 火力够 火力猛 焖很久 所以 它很容易碎 在吃的时候 又会不停有些调味料 掉出来 调味料 有些 有些沙鸡 我吃得出 还有些什么 鸡粉 鸡粉 不是用碟去烤 包着 有些味料可以烤 鸡肉 鸡肉 骨 没有那么碎 肉 一磨就开 好味 好入味 秘鹽 这一口 这些 平时只有我吃 这汁 煸满 半价多少钱 原价138 半价除以 应该 68 我猜的 不知是否 应该是60-70元 它又不是完全烂 没有过火 一层鸡皮 还在 嗯 但是 肉的纤维 已经是 没有了 但它又不会烂 到一层烤 嗯 够饱 刚才我 吃到南瓜的时候 我已经在想 自己是否够饱 是否够饱 现在正常了 不会 嗯 够了 哇 所有菜 已经清到 这样的状态 还有我都没吃完 应该可以清得完 吧 借这个机会 我夹一件鸡 继续夹 这个吧 真的挺好吃的 很特别 它又不算 绝味 但是真的很特别 你最满意哪道菜 看来 炒田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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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 嗯 嗯 看来 女儿最满意 都是炒田螺 她现在还在吃 她们的汁很满 最终 我们卖了 173元 和以往不一样 是 我们全部都清掉 剩下那几条 就不料了 还有所有汤 鸡都清掉了 真的挺好吃的 好了 我们就吃饱饱了 真的爆破 我们洗手间 已经有其他客人要入席了 接下来 我们又好像上次 去到永汉镇 走走 今早那里 据说现在 因为疫情过了 多了很多游客 到夜晚更为热闹 出发 终于我们又回到永汉镇 这里 一回到来 当然是买雪糕吃 雪糕批发 但是买不到 只是甜品 没有其他吗 这个有榴莲味 榴莲味 我不吃甜品 还有什么味 都是这样 这边有雀巢 有这个 这个好吃 这个好吃 还有奥利奥 这个 不是 这个 不是 不是奥利奥 不是奥利奥 奥尔巧 这个名字 那么有趣 还有什么 雀巢 豆腐花 还有豆腐花 有几个味 你喜欢吃什么 还有凉粉 我要原味 我要原味 你要 骨灵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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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样的 那个 那个是凉粉 我要那个 你要什么 我要凉粉 底下的凉粉 我不要这个 好 各样都有 这个 这个就是我的雪条 我都不知道 原来我这个最贵的 拆炆鸡 他们两个加起来 都没有够过我这条 这个贵 游客多了 真的很多这些特产店 还有 这样一笼笼蒸 蒸虾饺 现在还有一笔 另外 如果不怕热 其实可以这样 先头我们也有考虑过这一间 是很老二号的 叫做周伊粉店 又或者明天早餐 我们可以过来试试 明天我们计划是这样的 明天可能会去 松化溪头村 当然到时再说 因为附近 不会像我们上次那样 再下去 大瓦湾那边 链两个钟头车 傻的吗 而且那里下去时间长 回来都需要很长时间 至于这边链车的溪头村 就很快 大概半个钟头就到 现在女儿又带我们回来 这条路 好像今早才走过 我也不太记得 应该是 这条街 今早我们也看到 那些城管在港人走 石劫十元四斤 还有 什么叫海鲜 吃 女儿说 这个也是其中一间 刚才选择过想吃饭的地方 不是 这间不是吃饭的 这个是卖海鲜的 旁边有烧烤火锅的配料 现在是六点半 我们刚刚经过 又进来市场看看 今早我们经过的时候 都真的走马观花 因为当时是非常热的 热到人都害怕 现在就进来市场看看 什么的 现在是会把鱼买鱼 买鱼多 这是 大家都看到 一行一行都是买鱼的 一行一行都是买鱼的 3行一斤 5元 5元 只卖 还只卖 这 하니까 其中很多鱼卖 又回到先头影片讲过的话题 很多人会在这里买些食物 喜欢吃的就买些水铲 买些鸡 有些喜欢打麻雀的 他们怎么玩呢 跟大家讲讲故事 喜欢打麻雀的都会来这买些食物 但买得简单一点 可能有十个八个朋友 或者两部车上来 星期六日两天就不分就夜了 一路打一路打 未到自己打的就买一下麻 眼睡去睡 然后睡醒又出来打过 眼睡打够四圈 又去睡 这些什么 分天暗地打足两天 想睡就睡 想吃就吃 就是这样 一台麻雀十几人就够玩了 面前就是他们补充粮食的好地方 有没有人不打麻雀 当然有 但不知道大家打麻雀 跟国内一样 有一个买码 你是不用认识的 不过有个事情是这样的 我们发现到 因为可能真的游客生意多了很多 所以物价 好像比之前要稍为高了一点 那都是很正常的 你说跟我们广州比 西朗那些 固自然 当然是西朗的便宜 我们要这样看 因为通常 如果它是当地出产的 比如说 今次我用了龙眼 就是了 但如果不是当地产的 那些 比广州昂贵 不出奇 亦都很正常的 像面前那些米粉一样 就算不是这条鎮铲 还是这条附近铲 价格不会贵 反而说鸡蛋 就不一定了 又或者一些疏错 鸡也不一定 没错了 又或者对面的 潮汕牛肉丸 我不知多少钱 都不会是 很便宜的 龙眼就不同了 又漂亮又便宜 比如又或者西瓜 当地一定没得产 怎会便宜 再来这里 又有龙尾 宅家鸟 有很多水果选择 但如果你说 给游客一个 很愉悦的旅程 这里真的是一个 不错的选择 例如像我们这样 我们在浸完温泉 去酒店那条路 铲了三分钟车 在酒店出到泥 去我们吃饭那里 又是铲了五分钟车 在我们吃饭那里 铲了九分钟车 真的不用烦 在这里如果不想吃 像先头那些 比较游客感觉的 餐厅的话 前面都有个酒楼 我们去前面那里看看 什么药房各种都够的 我说的茶楼 酒楼就是这里 几旧派 中心酒楼 这些应该地道一点 当地人吃 铲头那些真的有游客感觉 很正常的 这里也是有的 龙门湖 酥鸡田 拿煲 就是当地的好东西 招牌菜 姜葱炒 大肠 也有游客 但是不知多少钱 莲子鸭 老婆妈这么说 这里应该会好 比鲜头那里好 让女儿选择 对不对 都好吃的 而且在这里看到有很多屋 在装修 例如面前这些 说明 旅游要复苏了 多了游客来这里浸温泉 当然是建设一些漂亮的屋 做生意也好 做民宿 但民宿应该不会是这样 至于这边走进去 就是一些村里的感觉 游客就应该比较少 还有港式烧 正如先头所说 在这里交通极为方便 一去就已经港河高速 港河高速是回广州的一条 一条高速公路 还可以去河园 一边去广州 大约1小时左右的车程 便能返回 趁天尾刻我们又在附近走 我们应该又会去前面的超市 走过这段时间 发现跟我们上次来到疫情 当时是疫情 对比真的旺了很多 一来就多了游客 我们上次来 老婆就说一台客都没有 我们上次来的时候 吃饭 当时没有温泉 吃饭 然后老婆就说只有我们一台客 我记得好像还有一台客 也就紧之而异了 至于今天我们就 埋了单 准备走了 已经有后面那台客来的 因为你不想妨碰老板娘做生意 我们急着走 我们急着走 很爆炮门 有些人看到满座 就来到都走了 就是这样 现在游客生意多了很多 甚至乎连这只雪糕人都在开了分店 因为那时疫情不一样 因为那时疫情不一样 现在就 你现在 是的 开到几颜的灯 我还记得上次我们来过 这个面包店买面包 第二天早餐那种 现在就不用在面包店买面包做早餐 我们就已经问了先头老板娘 那里吃腸粉 明天去吃腸粉 为了印证我先头说的东西 对我老婆就决定进去看看 比如说龙骨15元8元 猪肉这些其实跟广州真的差不多 分分钟广州的仍然会更便宜 因为多人买 帮他们也进去超市行 其实没有其他原因 只是凉爽 可能这只蛋特别漂亮 比回到西浪市场更贵 生菜便宜 1.98元 1.98元 这个值得 1.98元 又或者还有这些排粉 这些排粉特别多 这个是广州市做的 石井 而这些龙眼3元1斤 但这些比较小一点 有菠萝啤 这里是卖10.05元 平均3.50元 1.98元 2.50元 10.05元 2.50元 2元也不需要 有一次 反而在这里买芒果汁 哈哈 对啊 昨年我们看过 但是没有买到 好像一个桶 那些车梨子轴 里面 还有这些轮轮轮 叫做蛇轮 好了 第一日的游玩 已经结束了 正如先头所说 明天我们已经安排好 如果没有太大变化 都会过去重发溪头村那边 在这里吃完早餐就过去 这里是好玩的 现在变得好玩了很多 下集见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